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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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我是方舟的何明博 您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告诉我 谢谢 顾总 您这边请 江许是怎么认识顾许的 顾许为什么会带他来 我也不知道 顾总 这位是IT时代的顾总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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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 今天总算是成型了 那这样 您二位先聊 顾总 顾总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一鸣顾总 三号号 谢谢 谢谢 顾总 你好 我呀 是威力公司的 希望以后能够合作 我是IT的胡总部员 待会儿啊 我还得采访您一下呢 对 对 对 今天这个酒会 表面上是为了庆祝 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 但更是魏总即将容生 VP的庆祝会 这个顾许倒好啊 硬生生地把主角搞成了来衬 这了 佳怡 江许今天这条裙子 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 我记得你那会儿试穿的时候 那个公官说 这个是高定 国内就这一条 那他从哪儿搞来怎么比价啊 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 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 就真把自己当正宫娘娘了 摆什么位置 哪里是一件衣服说了算的 真是有趣 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 我说得江喜 恭喜啊 魏总 虽然早就知道 公司VP的位置 非魏总莫属 不过今天一早正式任命下来了 心里还是想着 要正式地跟魏总道一声 恭喜啊 陈志 你们技术部 以后得多多支持我们传品部 惭愧啊 这次要不是我们技术部掉了链子 公司也不用花大价钱 跟磐石买技术 还是魏总厉害 不仅谈成了合作 现在又人生VP 真是双喜临门啊 我看今天几乎所有行业 媒体的头版头条 都是方舟和磐石合作的新闻 对了 这是我们技术部新的文案 魏总晚上有没有空啊 要不我们坐下来聊 没空 是 给你点你最爱的拿铁 然后今天我请客 谢谢啊 李琦 李琦 请客 江汐 关于疾病的需求调研 什么时候能够结论 我 我还有两周 两周就可以给到的 不 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那个项目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也挺闲的 跟磐石的合作 毕竟是咱方舟的大项目 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撑 咱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呢 也都想给你搭把手 你看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随时跟我们说 以后有什么小八王的 尽管找我们就行 对啊 对啊 我们可以帮你 我这个人吧 脾气不太好 但我对事不对人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忙吧 来 别忘了 怎么迟到了 今天有点事 路上塞车 对 把这个也签了 这道签吗 当然了 迟到了 肯定是要签的呀 好 谢谢啊 好了啊 怎么来这么快 我有事 亚凡那边找你啊 进来 雷总 您找我 坐 坐就不必了 我外面还有一堆事呢 没想到你跟顾许 还挺熟的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江喜 我就欣赏你这一点 脑子清爽 凡事都临得清楚 顾许是什么人 以她的阅历和地位 不可能跟你来真的 无非就看上了你的美貌 逢场做戏而已 你可千万不要做 什么豪门太太梦 太不切实际了 我有个提议给你 趁热打铁 捞点实际的 雷总 不知道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现在手头上 有两个项目磕不下来 你正好利用这种关系 让她用人情推进一下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说到底 我还是为公司好的 合作成功了 业绩算你的 我会用VP的权力 火速地提升你一个 高级经理 这样我们两个人 又能像以前一样 并肩作战 那不知道我都用了这层关系 帮顾许族做做事情 身为磐石的首席顾作 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 一定比你这个VP能给的 都多了吧 像这种话大 像这种话大 恶心事 故事一样都不会 毕竟 它靠的是实力说话 跟你不一样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现在在谁的手底下做事 我凭本事吃饭 在谁手底下做事情都一样 倒是你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生了VP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 都想想清楚 因为毕竟现在 整个方舟都在穿 能搞定盘石项目的人是我 丹姐 今天的新闻我看了啊 你穿着这件礼服 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 芬姐的这件二手高定礼服 没给你丢脸吧 这件衣服相当给力 你来啦 来 喝咖啡 还有咖啡喝 你们先聊着 我把衣服挂起来 芬姐 谢谢了 怎么样啊 第一次上头半头条 感觉如何 不快别笑了 跟你说过这件事啊 为明星天证实生日为瓶了 以后他在这个圈子 可算是有头有脸的服务了 那恭喜他了 你别不当婚事 他越往上爬 手里的资源就越多 你到时候想顺顺当当地跟他离婚 就没那么容易了 跟他搁了这么多年 我连他有多少钱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呀 肯定是姿态清高 你觉得提前特别俗气 要不是因为要分家 我估计你连他这辈子有多少钱 你都不知道的 他现在是VP 加上提成 奖金 还有那些客户给他的回扣 他的年收入 是相当地可观 这是我们的婚内财产 是我这些年 牺牲自己的事业换来的 这也是我们协商一致 精细分工带来的共同成果 他赚的钱 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 反正呢 我还是那句话 该是你的 一分一毫咱们都不能让 明明啊 这个 VP到底是多大的领导啊 VP就相当于副厂长 那你就说二把手 对 好 对应这个级别啊 年薪会上升一个档次 对 主要是奖金会多一点 明明啊 你这次呢 是真的让我们魏家 扬眉吐气 那些隔壁邻居啊 不要太羡慕我 这几天他们看我这个眼神 像兔子一样通红通红的 最有意思的是啊 我有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啊 他要给你介绍对象 我看了看照片啊 那个小姑娘才二十出头 那个脸啊 弄得像那个 新鲜的水蜜桃 爸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呀 你有什么呀 人家又不知道你结婚了 哥哥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回房间玩去吧 慢一点啊 林叔啊 我说那个 果果现在也大了 你俩是不是可以考虑 生个二胎 对对对 你是不是要满足一下 我们抱孙子的燕望啊 那怎么回事啊 卫明生了个VP 又是水蜜桃 又是二胎的 你们两个人开玩笑 住点分寸好不好 我听说 你们公司有一个 风评挺差的总监 刚升职就跟老婆离婚了 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 也是生了一个大胖小的 后来被人辞了 林霜 我明明是干不了这种事的 我们魏家的人 那是要脸面有教养的 我也是开玩笑的 林霜 我听林霜说 你也出去上班了 林霜 我跟你说 现在外边那些皮包公司 就雇佣什么实习生啊 临时工啊 你的实习器一满 他立马叫你滚蛋 妈 你多虑了 我在磐石上班 磐石好公司啊 我们公司最近 跟磐石还有合作 有出点工作上的事 你们先吃点 你们两个人说话重一点啊 今天忙了一整天 都没有时间恭喜你升职 这一路走来 我遇到很多事 好的 坏的 现在回过头想想 不过都成了一笑而过的故事 也遇到很多人 有牙丝必抱的心机 也有雪中送炭的恩情 但其实我最感激的 就是遇见你 张婉 回来了 干吗呢 你干吗 你 有没有发现 穿上这双新鞋 你的弟弟都变帅了不少呢 我怎么看都像江家那个 不争气的傻蛋 那都是过去之了好不好 你得用发展的眼光看人 我这双鞋可四千多买的呢 限量款 多少钱 四千 你这双鞋要四千 不是 你什么脚啊你啊 刚挣几天钱呀你啊 钱还没穿热乎呢 你就把钱拿去打水漂 哎呀 某些人哪 总是觉得他的弟弟那么地自私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挣了钱呢 必然是有你的份的 咱咱 真行 姜海你 在这种美好的夜色下 看到你姐姐是不是还缺一个 这个 姜海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干吗呀 一天到晚弄这些花里糊事儿的 真钻哪 真钻 打死你 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呀 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 小意思 等以后我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给你买表 买包 买房 买车行不行啊 就买那一栋CBD 姜海 我告诉你 这就是钱的问题 咱们有钱也不能多乱花 我知道这个手链是你对姐姐的心理 妈 妈 妈 等 等 妈 等 儿子 咋啦 你给妈妈买的新衣服 妈妈都收到了 你看一看 看看妈妈 穿得漂亮不漂亮 我看看 你看看 好看好看好看 显得肤色特别好 还是我儿子好啊 给我买了那么新的衣服 还一下子寄了两万块钱 给妈妈修房子 妈妈真的是没有白生你呀 你给你姐姐买什么东西了没有 买了 给她买了一根手链 特别好看 她也特别喜欢 一直拿着呢 哎呦 我们小海就是同事会做人 你姐姐呀 最近肯定忙得很 你没事就不要打扰她了 晓得不 晓得 晓得 电话就不多说了 马上就要见面了 哦 我挂了 拜拜啊 我帮你吧 嗯 不用 没事 拜拜 你真不用 我自己可以 你去排斥工作 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 你也没问我呀 喂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咱俩在方舟 我说有朝一日 我要当VP 记得 你的梦想 我不是帮你实现了吗 在磐石工作 遇到困难了 告诉我 不用 工作上的事 还是靠自己 心里比较踏实 你别把工作想那么简单 你在家里待久了 去工作主要是换个心情 怎么了 你不会是担心 有朝一日被我反超了吧 五万 你这才刚上了两个月的班 你一普通的销售 你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 普通人肯定挣不了这么多啊 但你弟弟我是普通人吧 我是普通人吧 我两个月月月拿销罐 我现在是我们公司 提成最多的人 现在是五万 不多 以后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那你跟我说说 你一个月租多少套房出去 提成是多少呀 不是 那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这个人让我很难懂啊 你说我之前窝在家里 我没工作的时候 你骂骂我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现在我出息了 我挣钱了 我给你买东西了 你还怀疑我呢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窝在家里 是个窩囊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是关心你 我不需要你关心 好吧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管 你也管好你自己 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担着 那管东管西 管管管管管 你的参加非常重要 考虑到上个季度的实际情况 比本季度开始的预期存在落差 本季度的数字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更加合理化 我们在线索 挖掘 商机储备 得担转化几个环节 都做了细致的规划调整 好 我先去看一下 谢务副版的天堂电影院 正好电影界又特别少你 总共只有两场 我订了闹钟 好不容易才抢到的 我记得你在普林斯顿求学时 排了大半天的队 都没抢到票呢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我还记得是个下雨天 其实我已经算好了 这个剩余票数 还有排队的人数 应该刚好买到票 结果突然来了 两个特别没素质的老伴 非要查队 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后来警察都来了 这次一起去吧 正好缅怀一下 失去的轻松岁月 周末看电影的夫妻 我就没有了 我还得加班加点的工作 要给房舟他们交货呢 要不然这样吧 你把票留下吧 我突然想起来 在我们邻居那两口子 人特别好 经常接寄我 给我送好吃的 我就把这票送给他们吧 也算是了不了嫌疑了 不好意思 此票千金难求 既然你不想去 那我就邀请别人 也轮不到你拿去 做什么顺水人情 至于吗 不就两人订个票吗 小气 婚姻 她找到什么 你不想去 我认识了 她和你娘都得了 于是 我认识了 你不想去 她想念的 我突然 她想念你 给你扮救我 他上大学的时候脑袋就那么清晰吗 他呀 你说顾许 高智商的代价难道就是低情商吗 他不是低情商 他是那种活生生的 把自己活成我们极客专业的传奇 武侠小说里面那种 是格局的世外高人你知道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大家集体去外地参加一个 这个比赛 然后辅导员呢 安排顾许跟我一个车 想着他能帮我提提行李什么的 然后那站台的那个电梯还坏了 我是真的是扛不上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顾打仙姗姗来迟 我想他怎么着也能帮我一把 结果他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难忘的话 什么 你说 不用理啊 这个我深有体会 有次邀请他来过生日 他提醒我不要买蛋糕 他会准备 结果生日当天他人来了 跟我吐槽 老外的生日蛋糕太难吃 于是给我带了三个肉夹馍 我二十四岁的生日蜡烛 是插在肉夹馍上的 你说这真的太符合他认识了 他真是一点都没有开过窍嘛 不是说在感情方面啊 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都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对你是不感兴趣 来来来来 是大费团队离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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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林双敬林双 公衩 敬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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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大家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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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没妆不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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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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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在意啊 你下次你还是你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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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接单啊 我是你老板 对不起 下班了 三倍酬金再加额外打赏 上车 这两天我收到了N条信息 都是问我什么时候 多了个漂亮女朋友的 看你抽得搜主意 害得我平白无故遭人非议 没事 你恋爱绝胜体 不怕呢 其实我女人缘挺好的 事业有成嘛 女人缘当然好了 这可惜啊 这些女孩很快就看清了 你真面目 我什么真面目 你不记得了 上大学那会儿 有一次我喝醉了 你送我回酒店 结果在酒店的那个浴缸里 守了我一夜 雨 林芳交给你啊 你的人品我们相信 你快点 不是 宿舍都已经锁门了 我带她去哪儿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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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吧 不喝了 谢谢 明天就好了 垃圾桶放在这里啊 你要吐就吐在这里 谢谢 哎 哎 你要干什么 门 门我给你开头聊 门 不行 赶紧睡觉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睡觉 哎 你可以 你要干什么 哎 干嘛 你要干嘛 干嘛 哎 亲爱的你起病啊 你下来 小心 今天晚上这就是你的家 老老实实睡觉 你叫起来就好了 嗯 小姐 嗯 你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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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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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后来小孩子他们知道了土豹你 说你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大仙 刀枪不入的母胎单身 是 停车 生气了 至于吧 这大仙同学不都这么说你吗 说你对女孩没什么兴趣 就爱学习 停车 好好好 停 停 什么毛病 更念气提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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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测试稳定 没什么兴趣的话 好 我接着大伟介绍的 其实基本的原理就是采用不同大小和比例 的窗口在整张图片上 一变得更好 然后进行 不好意思 蔚总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吧 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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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明博这怎么开不了机了呢 我正好要去换屏 你把蔚总的手机给我吧 我去 选择你跑一趟 那 那太好了 我正好盒头还没改完 那谢谢你 放心吧 那我出马了 嗯 没事 来 谢谢 她手机的密码我是知道的 她会实时地删除微信的记录 就算你知道她手机的密码 也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苹果手机有一个功能 她最近删除的 短信 图片 录音 都会保存在一个 最近删除的文件夹里 她的Apple ID 我也是知道的 可以备份她的云端信息 可以啊你 林医生 江西 手机修好了吗 什么 我 我之前给你拿去修的 魏总的手机 给 你吓死我了你 吓死你 别客气 去 我要找我的女婿 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 谢谢啊 你就让我进去嘛 阿姨 你有什么事呢 好的 你 我找我的女婿 阿姨 您说你女婿是大老板 那她叫什么名字 您总该知道吧 她叫 我也不知道啊 您连你女婿叫什么 您都不知道啊 阿姨 我们这儿是大公司 您过来找谁 干什么 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登记的 她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够进来的 说谁随便呢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芳芳 这份资料麻烦你 帮我送到记事部 好 谢谢啊 你们听说了吗 我在楼下看见有什么事 一老太太跟别人吵架 跟在菜市场似的 说什么 方舟的大老板是他女婿 这是我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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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一看 这是我的女婿啊 这是我的女婿 我的女婿 这不是顾总吗 这个是我女儿 江喜 我女儿 我女儿 明博 刚才你看见了吗 老太太在那儿跟别人吵架 我 我看见了 我刚跟魏总上来来 说是还吵着呢 说什么老板 什么女婿 你们先聊着 我先下去一趟 拜拜 拜拜 我先下去一趟 你们先聊 你说这人 江喜 有意思吗 是 给你 新闻上那几张照片 好多情你都给我转发了 那喜儿也真是的 这个天大的好事 在妈妈面前也不讲 妈 妈 就一张工作照呢 能说明什么呢 太不严谨了 不过也像 像你的做事风格 你个小孩子 你懂个啥呀 你姐姐嫁得好 我们都跟她享福 您要是为了这件事情 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一一没有男朋友 第二 我根本就不想结婚 你乱说什么呀 什么叫不想结婚 明年就三十岁咯 这个年纪在我们那儿 孩子都上小学了 你就是一天到晚 心里没处 我告诉你啊 你就知道天天在外边呢 我这次 就是要看你把这婚结了 行了 不七八脸 行李 你给我收拾一下 姐 我真的我发誓 我不知道妈妈要来 我要是知道她提前要来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她来的 如果我骗你的话 我喜欢的女孩都不喜欢我 姐 行李你收拾 我加班去了 你别走啊 我一个人 我妈妈 大火力太猛了 我受不了的 姐 真的你再陪我一会儿 别说 妈妈 陪我一会儿呢 我真的受不了了 姐 叫她收拾行李 她还跑得快 她加班 她忙得很 你不是也要去加班吗 赶紧加班呢 嗯 走 你呀 要勤快些 升职才能升得快 钱才能赚得多 知道不 好喽 知道了 走了啊 谁呀 谁呀 阿姨 你好 你好 我是明博 江喜的同事 我们在方舟见过的 今天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那个 我加您一下微信吧 阿姨 保安说向您道歉 红包里的钱呢 算是医疗费 您要是不累的话 我明天可以早一点下班 开车带您四处转转 出门剪裁 这是好兆头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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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就是你的车呀 这 这 这是我的车 咱这车好啊 节能 防导 坐着还凉快呢 还不用等车位 来 给您戴一个安全帽 安全第一啊 来 来了 江喜 我朋友 来帮出出主意 好 怎么样 进展得还顺利吗 我们获得了关于 卫明和凌霜 共有财产的相关证据 还有与他个人名义购买的 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 都能够证实 是两人婚后的共有财产 思义 我还恢复了 卫明首帝删除的数据 他在这一年里 频繁大额转账 总数大概有六百多万吧 大额频繁曲线 是转移会内财产的 官用的操作 难点在于 我们无法追溯现款的去向 对方一般会启示称 这笔钱已经花掉了 针对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策略有两点 第一 尽快锁定对方 婚内出轨的证据 这是让法国人着情判定 对方可以少分财产 并获得抚养出的理由 第二 尽快找到这几笔 大额取钱的去处 这不仅能够切实 保护你的个人利益 也能确认对方 有非法转移 婚内财产的行为 阿姨 阿姨 我看这景色还挺好的 给您拍的照留个念吧 在这儿 小心啊 慢点下啊 把眼镜给您戴上 好看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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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一点 再高一点点 可以 可以可以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米波 快 把这小鸭子给我拍进去 好好好 开心一点 三 二 一 待会儿咱们到船上之后 能看到那瓶子 咱们再拍几张 真的还开心吗 开心吧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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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喜欢吗 我觉得太绿了 找一个别的颜色 可以吗 这个好看 红色也有点太艳了 新款 新款 今天刚到的 谢谢 好好好 好看呀 记号这个 帮帮我开个单子 好 请慢用 谢谢 阿姨 您先喝点热水 暖黄暖黄啊 哎呀 我跟姜喜那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她妈就是我妈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客气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不过 这个妈 你可不要乱喊哦 弄不好要误会喽 哎呀 哎呀我那个女儿啊 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长得好吗 我从小就跟喜儿说 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地 把自己给嫁出去喽 一定要找个对她好的 最关键呢 是要有实力的男人 我觉得吧 这两个人在一块儿 最重要的事情 那还是感情好 感情有什么用 我就知道 贫贱夫妻百事哀 当初我跟着她那个 穷鬼加色鬼的爹 吃了多少苦 我一个人 一把屎一把尿 把血儿拉折大 我徒什么呀 我不就是徒她长大了以后 长个好男人 好让我享福吗 明君 明 明博 那个 明博 你现在在公司一个月 能拿多少钱呢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在江州买没买房子呢 阿姨 我 我现在在公司呢 是部门主管 薪资 薪资一般 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 还在老家生活 房子 现在正在努力地赚钱买 听说你特意抽空 带我妈出去玩了一天 谢谢你啊 没多大事 你不用那么客气 既然你也见识过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 她不是你们都死了的 其实我觉得阿姨 说得也挺有道理的 现在的我 确实还远远配不上来 但我会努力 我只是需要时间 雷总之前许诺 只要要凡这个项目完成 就给我生经理 这个项目 我一定拼尽全力 把它做得漂漂亮亮 我去看 方舟前段时间 是借连丢了几个大客户 但客户又不是你弄丢的 凭什么让你找回来 还就给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刚刚上任 董事会想看一下我的能力 有无可厚非吗 是我爸的意思吧 这不是展现能力 是故意刁难 是滥用职权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是谁的意思不重要 这几个客户资料 你赶紧整理一下 你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我说了很多次了 这个东西你就下午送过来 好吧 我 上次也要资料 好 谢谢啊 下午送过来 给你买咖啡 放你桌上了啊 好 谢谢 没事 送过来 来 丁月 哎 合同改一下 哎 好嘞 丁月 立会的内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去吧 嗯 明博 明博 来一下 好 怎么了 我听说卫总让安安和你 同时负责了亚凡科技的项目 对啊 卫总说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这个项目不是你抬来的吗 倒让这个安安捡个大便宜啊 这 这没什么吧 这个项目我本来也需要帮手 她也是自己人 又是个女生 我觉得 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这个项目 安安是组长 你是副手 那到头来 那功劳不全是人家安安的 估计是卫总想给安安升职 借着亚凡科技 做出点业绩来 你真是太傻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喜儿啊 我呀 就是看着你这个人还不错 就跟你多说几句 您 您说 您说 喜儿 是要带着我跟她弟弟 过好日子的 你最好离喜而远一些 像你这样的人 会把她把我们全家 都拖累死的 你知不知道 好了啊 怎么来这么晚 我有事 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看要不这样 明天中午我们约一个午饭如何 好 那我等你消息 再见 进来 我找到图破口了 方舟刘氏的那几个客户 基本都是一个圈子里玩的好的朋友 刚好信达职业的千金米娅 跟我从小就是闺蜜 而且米娅和那几个家族企业的子女 平时也都玩在一起 她说愿意为我引荐 佳姨 你能帮我 我很感激 但是我做事想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 还有 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 安静的太阳 博然 风尘 他总挂着泪痕 独自欣赏晨昏 经过或数好奇的路人 谁都不忍心前去过问 清茶的眼神 透着一丝冰冷 遇见的他呀 那么深刻 他擦干了泪痕 却转瞬又褪色 生命中看似清净的热 请别有脸西暮光心疼 爱上的眼神 透着一种坚韧 泪泛着斑驳 慢慢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他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去拥抱脸上 诗人的笑话 她出现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去贴 她看见 她蜕蜓 她不属 她不屑 她共勉 她不屑 泪发着斑驳 慢慢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她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却拥抱脸上 谁人在笑望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缺点 她看见 她蜕变 她不屑 她梦眠 她梦眠